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再次邀請到行政院監務委員唐鳳 歷領演講 我們要非常感謝唐政委在板狼之中 能波榮到我們這邊來講授 數位轉型與AI人工科技 人工智慧 唐政委的政績卓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尤其在這兩年的疫情期間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利用到唐政委的決策服務 例如口罩實名制、實聯制 還有疫苗預約平台 還有數位舞臂券等等不勝美局 那我們辦理稅務工作 不管是在服務面或者是在查期面 都必須隨著時代的進步 數位科技的運用 以及導入人工智慧 可以使我們的工作更為順利 我們希望藉由今天這場演講 讓我們的同仁 擁有數位轉型 一戰式服務的概念 同時就如何運用 AI人工智慧在我們的工作上運用 有所啟發 我想我就不再贊用唐政委的時間 那是不是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唐政委 好 大家好 那雖然今天是講這個數位轉型跟AI 不過看起來變成元宇宙論壇了 我不知道講什麼是由大家的提問所決定的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掃不到QR Code就掃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 也可以手動的輸入我們slido.com這個網站 然後01129就是今天日期 那不管是輸入slido的這個代碼或者是掃QR Code 都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匿名聊天室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別人問的問題你也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高的就會自動跑到上面 你看元宇宙又跑上來了 那我就可以第一個回答 可以有限回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只是就是線上的部分 只是我們實體的補充 所以如果任何時候有朋友想要追問 或者是比較不方便打字 想要講的問問題的話 那都歡迎舉手 那舉手我們剛剛已經可以看到 這邊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可以有好幾個人一起說話 數位就數十位數百位 那當然這個slido上面才可以數十位一起說話 現在已經15個問題了 但是至少在現場 我們也可以同時有兩三個人一起說話 那如果舉手的話 優先順序是高過螢幕上面的 好 那這是我們的空間結構 那時間結構上 雖然聽說這邊是80分鐘 但是剛剛我們在路上的時候有討論說 據說已經有人想要就是合照或者簽名或者其他的這個 這個會後活動 所以我們三點開始 那我會四點最多四點多一點點就結束 那我們留個十幾分鐘的時間 那我會當人行立派喔 哪裡都不會走啊 就在台前這樣子 他希望有回應到大家的需求 OK 好 那我們就 就是直接開始 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原宇宙正夯喔 那覺得會不會影響公務機關的服務設計喔 那原宇宙是什麼呢 其實原宇宙其實就是之前我常講的共像實境嘛 shared reality 那就是不管是VR MR什麼 那個等於就是一個瀏覽器而已 那它的特色是說 就跟任何常牌的瀏覽器 都可以看任何的人的網站 或者任何網域的email 都可以寄到另外一個別的網域的email的服務商一樣 它是interoperable 就是說任何一個標準都是開放的標準 它不會變成 好 大家鎖死在 跟email相對的是什麼呢 instant message 對不對 即時通訊 你在line上就不能跟message傳訊息 那是放在所謂的wall garden 就是二元宇宙 你有帳號跟沒有帳號 就變成兩個不同的宇宙 那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宇宙 就是各種不同的加戰的方法 跟各種不同瀏覽器的創新 它隨時都是可以互相界面放在一起 那這個在我們公共服務的運作上面 其實像剛剛提到的口罩使命制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通常跟廠商 特別是系統整合的廠商 在簽約的時候 都是要求它能夠完成某些特定的服務 但是呢 我們最多只會要求說 它必須要用無障礙 或現在所謂通用設計的方法 來完成這個服務 也就是說要照顧到市長者 聽長者等等的需求 但是呢 我們有沒有數位micro朋友 可不可以換一個麥克風 我覺得這個高頻好像越來越 越來越吵的感覺 你們可不可以試試看另外一個麥克風 剛剛聽起來好像你聲音比較好 對嗎你看 果然就好很多 所以數位是很有幫助的 那 就像剛剛講到 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高校生命制的時候 我們的特色 是說我們不會只是我們的系統整合上 提供的那個介面 當作唯一的介面 縱使它已經可以照顧到市長者或定長者 相反的我們會說 隨時它只要人看得到的部分 那我們就讓它在機器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所謂的open API 就是開放式普通的介面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每家要去台灣六千多家 每三十秒更新一次存量 這個存量的資訊 像那個分散式的帳本一樣 讓超過一百種各種不同的 不管是地圖啊 或者是大家可能用過幾萬家 那個導航的產品啊 或者是chatbot 就是聊天機器人啊 甚至語音的聊天機器人 用人做Siri 或者是Google Voice Assistant 你可以直接問他口罩在哪裡 他就告訴你口罩在哪裡 還有存量等等 那這些都是多運一周 就是對每一個不同的想要接取的人來講 他用一個他最方便的方法 但是我們公共部門 因為不可能同時照顧到 這一百種各種不同的介面 所以我們就反鋪歸正 我們就說 那我們看得到的 大家就看得到 我們不是說政府的資訊公開發 有人來要 我們才給出去 或者是 也不是說我們沒寄去做一個寄報表 而是說機器只要一搜集來 甚至公務員還沒看到 我們就直接公開出去 那只要是這種 所謂的publish upon collection 就是你一搜集到 你就公開 當然是沒有個資 或者是隱隱秘密上面問題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話 真正意義上 這些運輸出的各種不同的設計師 他就可以直接去運用 我們所給出來的這些資料 去做服務的第一層 那我們其實並不需要特別擔心 我們就好像說我們公務公務門的網站 也不是說好像有對話機器人出來就要做一個對話機器人的版本 有VR出來就要做一個VR的版本 而就只做一個版本就開放API的版本 那真正需要去接取這些前端的朋友 就可以接這些前端過去 所以我覺得它影響我們的服務設計 就是會更加注重 這種即時期可度的 這種互動的API的重要性 那希望我回到這個問題 當然我第一個問題會講比較久 因為讓大家比較有空來提問題 好 高頻之後現在又是換成第一頻 好 沒關係 第一頻好像比較可以接受 有請問問說 AI是不是真的是所謂數位轉型的零丹妙藥 不過這個也要看就是大家對AI的定義是什麼 對我來講 AI是所謂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科技 那我想很多人有聽過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輔具啦 輔助式的工具 那舉例來講像我現在這個眼鏡 就是一個輔具 我有近視 所以我戴眼鏡 但這個輔具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它是幫助我 以我的最佳利益出發 就是我看不清楚 當然我看得清楚 但是不是服務別人的最佳利益 好比想說 我不會看大家看個一分鐘 突然就跳出一個改版廣告 要20秒我才關得掉 然後要我去玩什麼手遊什麼的 對不對 就是不會有這種東西 那為什麼是因為 它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而不是什麼廣告商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那第二個是說 accountable 就是說眼鏡如果有bias 就是歪掉了或者壞掉了或怎麼樣 那我自己可以就是維修 或者是說如果拿到巷口的眼鏡 好我也可以修好 那但是我不需要花十年 才能夠逆向工程處 然後它來工學參數 或者說我也不會被告 說我一定要先付 一千萬的這個授權費 我才能夠來維修這個眼鏡等等 等於是說它是開放式的創新 它的原理也好 或它的組成的原件也好 製造的人 使用的人 維護的人等等 可以是不同的人 那這個是accountability 就是它壞掉的時候 它要給得出交代 而且人們都要可以去維修它 所以任何一個AI 它是要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 就是說它是幫助特定的人的 而不是取代掉它的 以及這個人它覺得主觀 覺得沒有受到幫助了 它其實反而受害了 那這個人可以立刻去修改它 然後去把它做得更好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付出式的智能的定義 那舉例來講 像我們之前口罩十年次 Running example 就繼續講好了 大家可能最早看到那個地圖的時候 是看到很多綠色 紅色 什麼黃色的什麼藥具 那當時我們在中央 我們覺得說這個分布很公平 因為我們如果把台灣的人口的密度圖 跟就是每個藥具的那個圖 放在一起 那我們去算說 平均每一個人 他接觸到最近的口罩的直線距離 那差不多在全台灣都是一樣的距離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很公平 但是很快就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有個叫做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的一個社群 他們很快去分析這個資料 就發現說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開直升街 所以就是在翻山越嶺的情況下 在偏向離島的情況下 你在地圖上面的距離一樣 那它換算成你要搭公車 你要搭大眾運輸等等 那個時間成本是相差非常多的 那在一個大都市 可能搭捷運 10分鐘就可以到的那個距離 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是10分鐘 可能兩個小時你到的時候 要去已經關門了 所以其實是不公平的一個配送 雖然它乍看是公平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Data Bias 任何輔助式的系統都會有這樣子的Bias 那好在是說 因為我們是每30秒更新一次 所以就不會有那種民間好像只是指出問題 卻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通常如果兩邊的資訊不對稱的時候 民間就只能要求我們解決問題 但民間不能自己解決問題 可是因為這一次我們公務員看到的資料 跟民間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民間也可以自己想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後來就透過公安委員 這個質詢這個我們成指揮官 然後說開放截圖這個縣市處空虛失衡 應該怎麼怎麼樣 那這樣的話 陳指揮官也沒有去Defend 他沒有說我們本來的做法好 他就說委員教教我們嘛 那所以隔天我們就換成了新的配送的方法 那包含餘購等等的制度就出現了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說 一旦它是align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價值 在去年就是四分之三的人都要戴得上口罩 買得到口罩 那又是accountable就是壞掉的時候 任何發現壞掉的人都可以提出更好的版本來 那只要有這兩個特性 那這個系統就會一直往越來越好的方向去演化 那但是如果它不align 而且不accountable就是權力完全集中 然後變成好像所謂smart city 就是城市很有智慧 可是不是smart citizen 就是是你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關於自己的決定這樣子做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經歷一個所謂威權化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問AI 會不會是數位轉型平台描描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問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它這個價值 是不是大家一起形成的 以及受害的人 他可不可以來參與 而且他參與有多快的時間 在24小時之內嗎 兩個月之內嗎 多長的時間呢 它可以變成 就是把它所看到的更好的解決方案 變成新的這個解決方案 那這兩個如果都做到 就是加持快速的對氣 創新快速的擴散 那這個不能說是鈴丹妙搖 那對我來講 這個就是數位轉型真正的意義 就是剛剛講到的不是一位 而是數位數十位數百位 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建立 共同的加持 然後找出解決方案 那有十一位那是時事提 朋友問說請教委員 您即將參加拜登主持的民主峰會 除了分享開放政府社會 新星期年參與的議題之外 如果有機會跟拜登對話 會怎麼樣表達 我記得他剛就是確定當選的時候 我就有在推特上面 發一個tweet給他 他的前任剛確認當選 我也有發一個tweet給他 那我的tweet的內容是相同的 就是說邀請他們來台灣 那在就是邀請拜登跟 Kammer Harris在台灣那個tweet裡面 是說我很歡迎 他們來See Taiwan Model in Action 就是台灣不管是在防疫上面的 防治加訊息危害上面的等等 其實絕大部分的都是 民間社會跟政府一起 而不是單一集中在政府 然後民間社會完全不止其所以然 所以其實要來時機來這邊 才能夠看到我們在公民社會裡面 像剛剛講到的 不管口罩地圖啊 簡訊息聯制啊等等 其實都不是我發明的 都是一些民間社會的朋友們發明的 那可能要實際來 然後跟他們對話 才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子一個 創新的環境 就像最近的一些歐盟的議員 來的時候 那他們一見我 我就先問他們說 那他們跟那些就是 NGO有沒有先討論過 不然的話其實事情都是他們在做 我只是幫他們講話而已 那還好他們是說 因為他們都有去見過 也已經有具體的討論 那所以之後我們的討論 就就是比較深度 因為他們就發現說 並不是說 把我們這邊的一些技術 直接移轉到那邊就可以 他們也要重建 他們跟民間之間 這種互信的關係 那我覺得 所謂building back better 就是拜登說 這個在疫情之後 要更好的復蘇 那我覺得跟這個台灣 就是民間一起協力 我覺得是非常相符合的吧 所以我當然也會 就是這樣子來邀請 畢竟我在推特上 已經有邀請他了 那有11位朋友們問說 在元宇宙的世界裡面 無感之中 聽覺當然虛實可能是一致的 而且事實上 應該是比現場更好的 那視覺也可以模擬得很像 那但其他 嗅覺、味覺、觸覺的部分 是不是有機會達到 不過我想觸覺是比較容易的 觸覺現在已經有一些解決方案了 那味覺是比較困難的 可能是最困難的 嗅覺也有一些解決方案 不過我們要看 要實際做的那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像大家如果去 就是所謂4D 什麼IMAX電影院 那看什麼 就是 我上次去看應該是 Interstellar 就是在太空裡面漫遊 然後偶爾還有引擎噴水 噴到臉上之類的 那其實你看電影院的那一個機器 是很複雜嗎 沒有很複雜 它只是 稍微在一些關鍵的段落裡面 讓你有一些身體感覺而已 但是 因為畢竟並不是 好像說品酒大會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它畢竟還是 在探討一個 就是在外星裡面 怎麼樣確保說 太空穿落到正確的地方等等 那在那些活動裡面 我們本來就比較少用 我們的修學味覺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它是一個限制 不能說不是限制 但是以我們平常 就是在像現在這種 會議院的場合 能夠做到的事情來講 其實差別並不是很大 那如果真的就是要追求相同的味覺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所有參加的人都叫外送 然後點一樣的東西 然後大家在上線之前 就先吃一樣的東西就好 這個也會不是開玩笑 2008年開始就是遠距上班 那當時在矽谷的團隊 在Pala Alto 那我們的團隊分散在五個市區 事實上是不可能就是分享味覺的 我們就是每半年聚一次 那在半年之間怎麼辦呢 那我的同事就是買了很多 那個Napa Valley的一些紅酒 也不是什麼名貴的酒 其實很便宜 那但是它就是整項整項擠過來 然後我們開這個All Hands Meeting之前 我們就先就是喝完全一樣的 而且彼此知道是完全一樣的一瓶酒 那他們那邊 他們下班之後常常會去那個Gordon Beer 就是GP先酿嘛 去hang out 那剛好那時候台北也開了一家GP先酿 所以我就跑去那邊視訊等等 那就是說當然就是一定可以用一些 我們說衛星辦公室的方法 來補上嗅覺和味覺的部分 但是我想不一定什麼都要在元宇宙裡面合成 在就叫的外送或者是雞瓶酒來 其實都是蠻容易的 好那所以大概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那所以朋友們問說 現在的資工科系有非常的熱門 那可不可以像正在讀或者正在想讀的學子 建議或者是說些什麼 當然很樂意 其實資訊工程就是Sof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在台灣我們寫城市這件事情 很多是分成城市設計 Program Design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設計的那一個部分 比較符合這個學們現在真正走向的方向 我們都說工程主要是跟機器打交道嘛 設計主要是跟人打交道 大概可以這樣分嘛 那但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往人的這一段跟往機器的這一段 那在往機器的這一段其實越來越多的部分 像我們在寫城市的時候 現在有一些叫co-pilot 就是副駕駛 它是一個輔助師的指揮 它會不斷的猜你接下來想要寫什麼 那所以不管是這個你要做一個軟體的螢幕的佈局啊 要取一些變數的名稱 函數的名稱啊等等 這種比較瑣碎的事情 大概都有一個機器助力可以來幫你自動的解決 那所以其實到最後我們一些城市的人 真正想要掌握的就是我們怎麼樣 把大家實際的需求翻譯成我們的設計 而且當這個設計跟大家實際的需求不符合 或者其實符合 但是符合之後大家有更多需求 通常都是這樣了 的時候我們可以很快的透過迭代的方式 去把大家新的需求能夠整合進來 那這一部分純粹就是設計工作 就比較不是工程工作 所以我覺得工程工作還是當然很重要 它是打底的 但是未來就是工程工作裡面 越來越多的部分可以自動化 那但是設計工作因為我們要處理 越來越頻繁的需求的更新 那就像剛剛講到的 每個人都有一套就是不同想要接取的方法 而且我們工部門的公共服務 當然保持穩定什麼都很好 但是因為私部門的服務體驗會越來越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會拿著私部門的服務體驗回來 當然要求我們工部門的服務體驗 所以我們明明沒有做錯 但是每年都會就是有更高的要求等等 那這些都是要求服務設計 互動設計 策略設計等等的這些 那些體驗設計的這些項目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major在私工的話 那至少就是不能忘記 有設計思考的重要性 或者你可以考慮 double major或 minor 在就是所謂的 human centered design 就是人本或任意工程的這種設計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長遠 比較有未來性 回答這個問題 有些人問說 因應這次的疫情 有沒有什麼整體的居家上班的規劃 有啊 非常的完整 但是就是到最後就是疫情緩和下來 然後就沒有再用了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都可以了解到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是有一點就是可惜了 因為我自己大家都知道 我2016年加入那個的時候 院去工作的時候 我的工作條件嘛 我有三個工作條件 就是任何地方上班都叫上班 那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人都是資源接調來的 那然後還有就是 我就是所有一切來 lobby我的人啊 訪問我的人啊等等 我們全部都公開上網 所謂徹底的透明 那當然這三個組成我的工作條件 的意思就是 我不管在台南還是在高鐵上 還是在哪裡 統統都算成上班 而且也確定說 我上班都一定是往就是公共利益的部分 因為來找我 lobby的人 就算他是遠距來 lobby 他都不會敢講一些 就只對他好 但對其他人壞的東西 因為全部都公開上網 他的後代看到了 可能會就是找他麻煩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種 pro social 就是親社會的一種環境裡面 那不是居家上班嗎 其實我就是遠距上班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會在 像今天稍後 我會去台中的社會創新基地嘛 那個就是社創實驗室的一個 類似台中的點 那我們在台北 在很多地方 都有這些點 那每一個點都可以去聚辦 三元宇宙嘛 就是一種虛實整合的一種活動 就是當場有人 但是我們又同時連到五六個其他地方 然後用整面牆的投影機來確保說 他cue到哪一個中央部會的朋友 中央部會的朋友就好像尋你也在現場 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過去三四年都是透過這樣子 去虛實整合的方式 然後再做巡迴啊等等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些部分是顯然跟疫情是無關的 因為疫情前我們就已經在這樣子用了 那也不是居家嘛 而是說在衛星辦公室 在共同工作空間 在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設創的點這些地方 那這些地方 那這些地方的好處是說 說它環境很穩定 而且器材 不用你自己家之外 那另外就是說它的資安等等 也都比較沒有問題 而是那個地方的場地自己要去管 說誰能夠進來 誰不能夠進來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些satellite的部分 可能是介於居家跟所有人 都得到辦公室的中間 特別是在分艙分流的時候 很多人開始習慣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但是 等我們做了這些規劃 頻寬也加快樂等等 之後 那當然現在疫情緩和了 所以很多人就因為習慣 那所以同樣會主張說 他明明可以這樣子工作 但是主管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沒有看到人就是心裡不踏實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會再又集中到集中室的那邊去 那其實我自己在院本部 其實也有觀察到這樣的情況 真的就是主管如果不下班的話 那同樣就算已經忙完了 常常都就是燈還開著 就不會敢下班 所以我當時在院本部大概就是很固定 五點最多六點 七點就是會開黑燈 就是我五點六點那個 那我終於想 然後我就立刻就下班 但其實我還沒有忙完 我只是確保說大家可以下班 因為我在車上或者是回去就繼續工作 對 那但是有些習慣真的不容易改了 他可能是要從leadership 就是從那個辦公室的主辦 自己開始改 電子公文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有這些infrastructure 就是這些基礎建設 但是實際關於工作習慣的改變 可能不是用tup-down的方式可以做的 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些 像我剛剛講的那種很明顯的很多地方 結合在一起的工作環境 顯然他的工作效率 或在處理某些事情上面 就是比水溫都擠到院本部 要來到好一點 那這樣的話我們的工作方式才慢慢慢慢可以 我也花了三四年嘛 才能調整到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想大家也就是 嗯怎麼講就是不要覺得說 好像這個疫情這波過去之後 就一定全部得回到疫情界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還是可以調一兩樣 大家覺得在疫情過程裡面 還是過得比較好的 就是比較生活品質的狀況 可能一個禮拜 像我是一個禮拜去院本部兩天嘛 那另外三天都是完全就是尋回或者遠距的 那大家可能一下子不能夠調整到這樣 但是至少也許一個禮拜一天等等 也許是有可能的 那就這個是要靠大家一起討論 才能夠做得到 可能沒有辦法用top down的方式去強迫大家做到 那不過我平常有練習總比就是 就是臨時這個用哪個洗牙字母混進來 這個大家手忙腳亂要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算只是作為這個 微雨丑謀還是值得多少習慣一下 有14位朋友問說 Tesla開發的自動加速技術 是近年來AI最著名的應用之一 或許10年之後Tesla能夠開發最高等級的自家技術 在國外的現金國家長生無阻 但是台灣設計道路設計 汽車機車比例用路的觀念等等結構性問題 可能很難在台灣實行全AI駕駛 像聽問團委員台灣怎麼克服這種情形 我們認真看待這種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AI自動駕駛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 它現在的問題主要是你怎麼deploy 就是怎麼讓大家能夠習慣它 我舉例 奧比像說這個垂直的那種叫做電梯 現在都已經是AI全自動 你很少看到一個人類的車長在那邊說電梯向上 然後幫你按鈕 但是當年就是電梯還是操縱幹的時候 確實是需要有一個人在那邊服務的 但是現在大概很少有這樣子的電梯了 那同樣的就是像捷運也是這樣 本來捷運的操作員是在車上的嘛 就是所謂的車長 那但是現在大概都是遙控了 那尤其新一點的捷運它就是全自動 那遙控的情況是有緊急情況的時候 才切換到遙控 但是也沒有人在車上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個也是全AI了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說 那你不需要一個實體的軌道 而是用軟體的定義的軌道的捷運 那是不是也可以全自動呢 那當然也應該是可以的 並沒有什麼不可以 那這些就是不管電梯或者是捷運 或者是軟體定義的捷運 它都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呢 就是你在平礁道上面 然後車子正在快速的經過 如果你站在那邊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車子的問題 對不對 它都有這樣子同樣的一個 所謂的social norm 就是我們把這個地方完全留給 全自動駕駛來用 那但是這位朋友問到的是說 那我們是不是想一下子 就把它放在汽車機車混合等等的 這種情境裡面 那這個不要說台灣 其他地方也沒有辦法做到這種事情 那他們當然可以用一些高額的保險等等 但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還是要那個地方的人同意說 他們改變一點他們的用路習慣 然後讓好比像說全自家的公車 在專用的公車道 在某些耗制的情況下 那他就是有路權等等 就是他還是要做這樣子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並不是不能夠去做這種level 5 而是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那因為台灣的特色就是說 它必定要對大家都好 我們才能夠整個社會都來使用 如果只是對少數人好 然後犧牲掉很多人的習慣的話 一般來講的台灣是沒有辦法推行的 像我自己行動支付也是等到 就是Google Pay它完全變成 我不用特別拿指紋或者密碼去解鎖 我只要在解鎖畫面隨便放上去 它就可以感應 然後就可以付款 或是等這個版本出來 我才切換到變成用行動支付 不然在此之前 顯然就是比eo卡e卡通要來的慢 我為什麼要用一個比較慢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不會像其他的一些 就是叫肢體系那樣子 因為想要了解大家的消費習慣 還是什麼原因 就國際民隊一下 然後把現有的這個民間的解決方案 都讓它變成非法 或者不能使用 然後到最後都只能來用這種 就是國家背書的行動支付 CPDC什麼東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在台灣沒有辦法做這種 類似國際民隊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反過來 就是先問大家說 那在某個地方有沒有一些急需解決的事情 如果不使用這樣子的技術的話 就沒有辦法解決 好比想說 在偏向它比較請不起司機等等的地方 透過這種隨選式運輸的方式 然後用AI全自駕的工程 它的路線固定 而且我們可以很明確地說 那在某些特定的路線上面 就是路線上面 它就是比較專介於人的這樣一種情況 那因為真正在那邊有結構的需求 所以我想當地的人是比較會統一的 這個是比較像雪中松炭 而不是錦上天花的形狀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是我們現在在就是沙河 還有一些其他地方有所謂的沙河 那它出了沙河之後 接下來下一步 就應該是要去這些 比較像雪中松炭 而不是錦上天花的樣子的這些空間 那等到大家對這個的norm 就是像剛剛講到的 相當於平腳道的 相當於電梯的 相當於鐵軌的 等等的norm都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才能夠慢慢地去擴展這些norm 所以你說這是結構性問題 可能這是台灣的創新 就是發展的自然的一個情況 那我不覺得說 只要我們還是一個就是民主的政體 我們有什麼很簡單的方法 top down的去蓋過這個 那如果當然我講的也不一定對嘛 所以如果你覺得可以蓋過這個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去找一個團隊 先進入我們的創新沙河 等它出來之後 你找一個地方發起地方性公投嘛 那地方性公投贏了的話 那邊就整個地方變成實驗場 也不是沒有一些這種先禮 但是除了這種做法之外 我覺得我剛弄就是弄 就是逐漸擴散 但是每一步擴散 都是解決實際社會問題 我覺得是我們目前看起來 在台灣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式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那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在疫情之後 公務服務的設計的重點 當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觀察到說 大家的使用習慣改變很多 以前像我舉例來說 我們的健保快一通 那就可能在台灣十個人裡面 也沒有一個人下載過 但是現在三個人 就超過一個人下載過 而且可能快要到兩個人 只有一個人下載過了 那這個就完全不一樣了 就是我們不管是要推 我們在就是之前有什麼 護台灣駐事件 你沒有另一個口罩的配額 可以按個鍵就捐給國際上面 促成那個現在叫什麼善的循環 七百萬片口罩 是這樣子捐出去的 能捐出去的時候 現在大家當然有很多回禮嘛 這樣就大家互相幫忙 那這個其實 如果不是疫情期間 大家都去用健保快一通 其實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匯聚 就是那麼大的善意 而且就會變成是 當時的一些說什麼 外交部 為什麼要送其他人口罩等等 懷死的這些 就是社會上面的聲浪 就很難用一種 我們可以證明有這麼多人 就是覺得說 他們自己口罩已經夠用了 甚至可以給其他國家等等 所以 就是關於資料治理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表意 就是表達 我拿我自己的資料 要拿去做什麼事情 而且當時就是 你還可以選擇具名或匿名嘛 匿名就是匿名的人 外交部送出去 具名的話就是你可以拿到 在開放資料裡面一個 算NFT嘛 就是健保署 這個衛福部 感謝你的貢獻 那個名字就 就Mint 就鑄幣在那個上面 而且這個也是 怎麼講 不可統治化代幣嘛 因為不可交易嘛 你不可能買得到其他人的口罩配合 所以就是說在當時 大家都有多少習慣了一些 這樣子的做法 那直到今年 像我們的遠距的醫療招呼 大家開肩膀管理通 秀一個QR code 那就可以完成 相當用的刷肩膀卡的這個行為 但是還是受到 就是肩膀資料庫的相同程度的保護 就是你會知道 是哪一個藥師 哪一個醫師 因為什麼原因 下了什麼診斷 然後去做了怎麼樣子的transaction 那這些都是 隨時可以回健康村者來做查訊 那檢訊實驗室也是一樣嘛 任何人都可以去sms.1922 這個網站去看說 因為最近28天哪些縣市的 哪些醫療人員 有使用你的這個檢訊 那如果沒有的話 25億則現在都刪掉了嘛 不可能再去做其他的狀況的利用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的公務的服務設計 在以前我們要照顧到的 有那種表意 或者是願意去貢獻出他自己的行李 給我們即時回饋的人 可能是一個很少的少數 那你完成了一個 像總所水完全完之後 這個我如果說 我就感覺很好 可能就是 也只是這樣子 你可能在進一步問他更多的問題 他沒事也不會 回來開這個總所水的軟體 它是transaction 但也每年只有一次這種transaction 那但是現在因為有相機網開通 這樣子一些很穩定的end point出現 那有很多很活躍的使用者 而且他們也很願意 就是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者有什麼創意 就立刻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就多了很多雙項 或者多項的這種參與式的設計的可能性 那當我們在試新的這種服務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透過類似的方法來徵集資源者 然後來說 那不如就這些人感興趣 我們就把這些人放到一個視訊會議 透過疫情大家也比較習慣視訊會議了 那跟我們實體的這種focus group 在一起去一起研發我們下一步的所謂服務設計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的參與 可能就不像之前那種就是都是後期 你已經有一個product或至少一個beta了 才能夠讓一般人來參加 現在很多是在前期 所以就是有一個想法的時候 那其實很多人已經很有意願來參加 那使用這些工具也變得很熟悉 所以我是覺得參與式的服務 參與式的設計 應該是在以後公務服務設計的一個重點了 至少我們在幾個比較大的這些案子裡面 像無備券等等 其實很多都是靠民間的朋友 特別是電商這些朋友 他們幫忙就是共享盛舉 怎麼做無備券專區 怎麼去還來在地的小農商家等等 我們只是把這個open standard做出來 但是很多都是民間的朋友自己來發想 那我覺得這種mutual accountability 互相給出交代 應該就是一個設計的一個重點了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社會身份證的推動 社會曾經協助解釋 但是因為若干學者反對 各自擔當因素停判 有沒有什麼看法 也不應該繼續推動 有沒有成功的機會 其實就是在疫情的期間 大家會特別放大去檢視 out of norm 就是我們還不習慣的服務的使用方法 那這個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宣布緊急狀態 所以我們沒有說好像行政院做的什麼 立法院追人 在很多其他的就是管轄領域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們完全不是 所以我們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這兩年裡面 我們用來抗防疫的這些技術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疫情前就已經有的東西 而在疫情過程裡才發明的東西 像台灣社交距離啊 藍牙啊什麼 它可能在個子上面真的是表現比較好 或者是在技術上面比較先進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 比起說很容易大家可以解釋 也很理解的這個雙健保卡 SMS QR Code 這些都是疫情前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的東西來講 那全新的東西 確實整個社會的接受度是比較低的 而且疑慮也比較多一點 那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不會因為說好像政府說什麼東西行 或什麼東西也好 但是我們還不習慣了 就去說那我們來改變我們的習慣 我們來配合政府 大部分都是說 政府應該要改變你的說明的方法 來改變他們的設計方法 來迎合民間的我們的習慣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先是身份證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衛了 那因為資本真的就是很容易偽造 就是沒有什麼爭議的一件事情 那要換成難以偽造的PC卡 基本上好像也沒有人反對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個PC卡裡面 你要不要再加上一些身份辨識 或者是簽章 然後自然評證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我那時候有開玩笑說 那不如就是讓大家選嘛 就是說你要換一張什麼都沒有的PC卡 然後再免費給你一張自然評證 或者是說你就兩個結合在一起 變成同一張卡 那讓你可以選擇 那為什麼就是把這兩個就是貼在一起 會讓大家有這麼大的疑慮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自然評證跟健保卡 我們在用的時候 它的那個使用軌跡是很明確的 大家都知道說健保卡的使用 你可以回去健康存證會看 但是對於職位的身份證 我們的使用習慣是比較cavalier 就是比較隨便的 就是你會在好平常停車場換帳的時候 就把你的身份證放到人家的手上 而且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或者在旅館可能會雙面隱隱 這個如果你拿信用卡出來 雙面隱隱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那張信用卡就報廢了 因為它的後面那個密碼是都可以給出去的 那我們的就是身份證 如果是就是同時有這兩個那種存在 就是它又是自然的評證 但是你又隨便的把它放在別人手上 一長段時間 而且後面的條碼什麼東西 隨便人家雙面隱隱隱 那這兩個其實是很難共存在同一張卡上面 也就是說如果你共存的話 勢必要調整自己本來隨便給人換證 的什麼態度 它就會變成比較像是信用卡 那樣子會進入卡的這種狀況 但是這個norm change 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很容易說明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時我也很贊同就是雲劍的這種講法 就是說至少它要相當於就是權威健保法 或者是護照條例 就是法律違解 而不是只是完全沒有法則的一個 法規命令的一個違解 去告訴大家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就算你的PC卡完全沒有開晶片功能 或完全沒有晶片 你不會因此而喪失公共服務的揭取的權利 這叫說謂包容 那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如果使用了裡面的晶片部分的話 那它的這個保障不能夠低於在疫情期間 我們大家都已經用得非常順的健保卡跟我們的健保快一通 至少要等於或者是高於健保卡跟健保快一通的這種 Mutual accountability 就是雙想給出交代的這種程度 相當於健康增者的這種程度 那在當時我們技術上面確實已經做了一些調整 應該是做得到這件事情 那但是很多朋友認為說 一方面是法律上面要把這個很明確的協定 那二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是 是不是要等疫情後再來做 因為我們如果在疫情中間做的話 很快會因為防疫目的 變成大家弄而還沒有習慣 就不得不用的一個東西 那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不使用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而且大家都只能夠做公共服務使用的健保卡 那所以後來就是大家再討論之後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進行 所以我覺得就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確保數位保容 沒有晶片也可以存取全部的公共服務 那以及就是Mutual accountability 有晶片的部分 不能低於健保卡的這種保護密度 那這兩塊自由監控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其實並沒有誰真的覺得說 有這樣子一個選擇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或者是防衛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我還沒有聽過 有誰真的這樣講 所以大概就是這兩塊部分 就是疫情期間 特別不適合載油門 所以我們稍微踩了一點點煞車的部分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在AI取代人力之後 認為國學局員工被採約的可能性 會有多少 就是這個豁然率低過0 沒有沒有沒有低過0 大概等於0 那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 而且我們在那個 就是原本部 我們看到很多數位轉型的推手 國外都說是COVID 是這個數位轉型的推手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數位轉型的前一波的推手 就是公共行政替代儀的推廠 那替代儀的推廠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我們專業的 Full time的這些公務員 總是有一些事情 感覺上不是我們的工作的內容的一部分 可是它所謂的chore 就是說非得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在做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好像工具人一樣 那但是在以前還有公行替代儀的時候 很多就是工具人的角色 就是去做這樣子 任何人來做只差在速度跟品質 但是並沒有什麼個人判斷 也沒有什麼個人經驗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通力或溝通的這個層面 也沒有所謂的專業的價值的部分 大概都是就是任何人來做真的 就只差在速度跟品質 那但是這些事情本來就應該要自動化 但是我其實是不知道 有哪個公務員他是佛台 全部都制作這些事情 以前大概都是就是公共行政替代儀在做 那當然這個推廠之後 我們立刻就接到很多清購的單子 就本來人力隱隱的 他們現在有一個自動禁止 自動掃描的隱隱器 因為就是沒有工具人做這件事情 他們希望要真正的工具人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並不是裁員 這個是數位轉型 而且後來我實際去問法務部 為什麼要替這個 那他們當時是說 因為跟司法院的捐證交換裡面 只有紙本才算作正本 那所以雖然他是電子黨 他還是得趕快印出來然後交過去 而且他如果這邊來不及監黨這些捐證的話 他一交過去又要馬上再釣卷把它 釣回來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那邊已經掃描了 所以掃描之後要重新印回來 然後再拿回來這邊再掃描一次 所以到最後就是本來是電子黨的東西 要印三次掃描三次 然後才完成願簡交換 所以兩邊都需要自動禁止的高速掃描器 那我就覺得這真的是 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然後我就問說 如果有一個人出來說 跟你用電子交換相當於正本 在密碼學上面 不但沒有問題 而且其實他洩漏的風險 比資本還要低 而且你的倉儲費用可以省下來 但是因為這個不是只是跨部門 這個是跨院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說 那總要有人說 就是如果出了問題 他要負責 然後我說好啊 那出了問題我負責 所以搞了半天就只需要 有一個人出來講這句話 那所以就是這個之後 那就是我吸收了風險之後 那其實省力的部分 其實同仁都很聰明 都會去農 所以就從我記得是 就是地緣開始交換 那到去年就一路到最高 都已經這樣子交換了 所以兩邊都不用買什麼掃描器 那我的意思是 通常我們在說餐員 或者在說這種就是事務全面自動化 有人要失業等等 它並不是真正意義去取代這個人 作為人的那個部分 往往是取代這個人 他自己也不是很想做的那些工作 的那些部分 那這些部分 才是所謂的輔助式的智慧 可以進來的地方 而且永遠都存在著 就是不是買自動機制的三毛器 而是討論出 某種電子交換的這種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 每一次有數位創新出現 我們省了一些力氣之後 我們把省下的這些時間 再去看 我們在公務生活裡面 沒有哪些事情做起來 我們覺得好像自己是工具人 那那些就拿給這個工具 包含人性工具去做 但是這個時候就表示 我們更多的時間 相當講在地上 在面對我們的利害關係 在彼此溝通 在就是我們的專業來判斷等等 那這些當然是AI 沒有辦法取代 就好像說 這個我的眼鏡 什麼時候會取代我的眼鏡 我的眼鏡不會取代我的眼鏡 那這是讓我看得更清楚一點 所以大概都是透過這種 assistive 輔助式的方式去想 那大概是 就沒有什麼裁員的可能性 想要回到這個問題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AN或者數位的引入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獲利 勢必會壓縮集成人員的工作權益 那不只數位 集成人員的轉型 是未來可以預見的 除了創造目前 並不存在的工作之外 人民也會被迫去爭取現在的職權 進而影響到大部分的人 請問政府對於這個情況 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或者是配套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 research 我們的研發的能量放在哪裡 如果本來就是人類做得不錯的事情 而且做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常會開玩笑說 這個我不會叫一個AI機器人代替我去爬山 雖然他可能一瞬間就爬到山頂 然後在那邊自拍 然後證明說這個有成功了對不對 那插氣什麼的 但是就是說我爬山是要享受這個過程 是要跟我的親朋好友 就是就是一起有共同的經驗等等 他並不是為了就是最後在就是刪定自拍的這個動作 我當然了解 如果只是要自拍 這個一個無人機也可以自拍 什麼樣都可以自拍 衛星也可以自拍 但是他不是為了那個終點嗎 那個是為了中間爬山 但是讓我更就是了解就是跟威脆爬山的人 然後累積共同的經驗 領取共同的價值等等的一個setting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是說大部分的時候 當我們在看endpoint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注意說 其實在我們公共服務的過程裡面 公共服務也是一種服務業嘛 就是我們有多少的時間是花在說 我們做的任何一個決定 如果會造成有利益或不利益的影響的時候 不是我們代表其他的受到影響的人說話 而是這些人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空間可以說話 而這些空間我們有多快察覺到 然後有多快來做回應 那當然這個就是我們在開放政府跟社會創新的 這兩個主要的機制裡面所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大部分的精力是花在 讓這些過程更smooth 就是更減低大家的成本 然後讓這樣子的創新擴散的速度更快 那這樣子就不存在任何某個人的職缺被取代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職缺就是它重要的這件事情 還是一樣存在 我再舉例好比像說像在很久以前 computer這個字講的是人 是心酸或足酸或者是怎麼樣計算很快的人 或者printer這個字講的也是人 他是活字排字這個能力很強的排版工人 就是印刷人員這樣子 那但是當然到了今天 computer跟printer都已經是激起了 但是他們的職缺並沒有真正意義上消失 我們還是有所謂的資料科學家 資料分析師等等這些人員 在做以前的computer 其實也在做 他們只能花一點點時間做 大部分時間要去做運算 那現在這一部分完全自動花了 所以他們很多的時間都來做資料分析的這個活動 那同樣的我們也有很多人 現在還是非常多人在做排版 在做視覺藝術 在做美術編輯 甚至在辦雜誌等等 那但是他們的時間 當然不是在拍活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如果你過分去認同你的工作裡面 某個機械化的環節 那當這個部分被自動化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失落感 但是那並不是因為你的這個工作 不管是computing還是printing 這個工作消失了 而是可能就是過度認同某一個 好像你跑步跑得很快 結果最後摩托車跑得比你更快的那個部分而已 那是一種就是感受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把自己的認同 放在這些機械性的東西 而是就是那是一種體驗 那是一種經驗 但是這種經驗 目的是為了某個purpose 就是讓某個部分變得更好 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或者是滿足大家想要就是 試日子過得更好 看到更多的這個 一文這個展演等等 printing 的這種 願望等等 那這樣的話 每一次有某個環節被自動化 那其實就是更高興 我就更多時間 花在那個purpose上 而不是特定的problem上面 所以這種purpose based learning 我覺得只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你說有沒有什麼措施 我想這是整體的 就是所謂食心養菜的 包含我們的國教啊 眾生教育啊 高教啊 整個就是要把人家轉型到一個 這個是以最後的purpose為主要的認同跟價值 而不是以過程裡面哪一個部分 我做的就是比旁邊的人快2% 所以我就是第一名等等那個部分 來當作自己的價值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工作 不過這個全世界都在做 所以我們也沒有特別落後 或者是特別朝前太多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時代 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啊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的電力不足喔 推動電動車適合嗎 當然就是要看電動車 它只是從電網裡面抽電 還是說在尖峰的時候 它也可以匯圖一些去電網裡面嗎 如果電動車 我現在好像Gogoro的那些充電站 好像現在已經有一些可以匯圖了嘛 就是在尖峰的時候 可以當作那個蓄電來使用 那剛剛提到Tesla這些 其實很多他們的超級充電站等等 現在都在跟電網去做這種雙向的對接 因為所謂的缺電 並不是每天每一秒鐘都在缺 是每天的那個使用的曲線都有不同 那電動車的好處就是說 它有就是大量的電池放在那邊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更簡單的 更快的把這種電網的調度 變成是電動車都有就是分三十處的 這個做法的話 那它不一定對於電力的需求是一個禁損式 它說不定是一個禁貨的 所以就完全看我們怎麼樣子去設計電動車 去加入我們社會的這個方式 我自己是蠻樂觀的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政府是不是考慮成立國家級的作業 資料中心整合全國各政府機關的資料 以立數據分析以及市政的規劃 當然我們已經有國網了 就是國家高資網路與計算中心 但是這位朋友問的可能不是說 國網有沒有在好像那個Google Cloud 或者這個HINET的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等等 就是它有沒有租機器給大家 大概都有了 我剛剛講的這些私有雲的 或公有雲的提供者 大家可能都已經有一些用的經驗了 所以這邊講的應該不是說資料 向上集中到部分部 或者到一些就是有延展型的設備 這部分我想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大家care的是這些資料中間的彼此串結 就是就算都放在同一個機房裡面 但是如果每一個資料庫的收集跟處理 都沒有辦法去接到其他的應用的話 那它實際放在同一個機房裡 跟它放在每一個部 每個事業單位的自己的機房裡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兩樣 因為它在應用那一端其實是不互同的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問的可能不是 有沒有一個data center 我們有data center 但是這個朋友在問的是說 有沒有辦法去做這種 就是在蒐集跟處理目的之外的 但是就是很好用的這種利用 那這裡有兩個回答 一個回答是說 如果是說統計方面的應用 就是之前open data的那一部分的話 這個我想已經推到蠻好的一個程度 像大家如果有關注民生公共五聯網 就是ciboiotci.taiwan.gov.tw的話 幾乎那些無色個資營業命運的資料 我想也不會哪一個河流突然說 就是你來量我的這個污染石 侵犯我的個資不可能嗎 所以不管是這個河流啊 空氣啊低震啊 災防等等之類之類 這些無色個資的部分 我想ciboiot已經展示了一個非常好的 不是只是跨部會 而且是跨部門 包含民間的 拉斯啊 空氣盒子啊 水盒子啊 等等這些民間的社群 都可以一起進來用分散式的 帳篷的方法來做共同的治理 包含流域治理 他們新竹的那一個水環境公投 現在就是用 拉斯跟就是ciboiot的那些 即時的這麼密地水 從水源到水龍頭 全部你都可以去進行數據分析的方式 去促進當地的這種環境遺體討論 所以這種部分分析跟實證規劃 我覺得是已經做到了 那這個是完全無設個資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做得還不錯 那所以我們就進入深水區嘛 那就是設計個資 而且又不是統計的東西 那到底要怎麼用 那運氣也很好 就是我們最近都是跟國王中心合作 其實我的instagram 最近才po了一篇 這個就是我幫國王中心打廣告去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 我們叫做PETS 就是隱私強化技術 那只要用這些隱私強化技術 你就可以同時有完整的資料的可用性 但是又完全不犧牲隱私 我們之前大家都知道說 用一些去識別化的方式 你不能夠完全保護隱私 而且可以使用 但是可用性就被犧牲掉很多 那但是你如果都不用這些做法 那只是恰投趣味的話 那當然可用性非常高 那但是就是隱私就完蛋了 大家都很容易重新識別 所以以前一直有這種權衡 就是你發麻要放在哪裡 的這個問題 那但是在最近兩年 那尤其是在國王的這個研究之下 其實是已經有一系列 就三個主要的方法 那可以去完全克服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目前在像那個健康大數據 什麼永續平台之類 大概都是在國王就是率先實驗這些 因為健康數據那個是特種個子 所以我們如果連這個部分都可以照顧好的話 那其他個子應該沒有什麼不能照顧好的部分 所以因為今天不是技術研討會 所以這三個這個技術我就快速每個用 用可能一句話介紹一下 有一個叫同態加密 同態就是同樣的形態 它簡單講就是說 你手上有關於我的特種個子或別的個子 你相信另外一個運算的這個工友運 但是我並不相信他 那在以前就是說我相信你相信他 你就無論如何相信他了 那我對你的信任就不見了嘛 通常都是這個情況 那但是呢現在透過同態加密 你可以去 不管用你的金要 我用我的金要把它加密 加密之後呢 丟給這個工友運去算 你這個工友運算的時候 完全看不到內文 他是對著密文在做運算 那運算完之後 把他的結果回來 那有當初那個密要的人把它解開 就拿到運算的結果 所以他是把資料的運算儲存 跟這個raw data的存取完全的切開了 這是一個就是這兩年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突破 那所以如果他是用我的金要的話 那這是所謂的端點到端點運算 我可以取得很多 關於我的個人文化的建議 但是做這個運算建議的人 完全不知道我的任何的 一點點的任何內容 完全都不知道 那如果是用你的金要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做很多 這種統計的計算 但統計的演算法是你給的 但是這個工友運 還是看不到 用來做統計的這些raw data 所以這個是很不錯的一個技術 那另外一個就是 所謂的differential privacy 差分隱私 還想成什麼合成肉 就是以前我們吃素肉 都知道是素的 豆皮酥的什麼 就是跟肉一點都不像 它看起來像鮭魚 吃起來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但是最近兩三年 就開始出現很多合成肉 什麼impossible burger之類 那所以同樣 差分隱私也是一樣 就是他用一些數學方法 讓你只要按一個錢 就產生出兩千三百萬人的 簡報資料 但是每一個都是模擬是你 並沒有任何一個是真正的人 而且它可以證明說 每一個還原到真正的幾率 都幾乎可以五月不及 那我之前在就是蘋果做 Siri的時候 就是當時蘋果就是 倒入了這個 差分隱私 所以它就不需要讓任何 第三方的顧問或contractor 聽得到任何人跟Siri的話 可是他還是可以去學習 就是每個人只貢獻幾個位員的方式 去學習說每個地方 它的口音怎麼樣 所以就差分隱私 就可以讓人很容易地產生出 合成資料 那還是可以做幾期學習 那第三個就是聯邦學習 就是每一個放資料的地方 自己去學習 但是分享的時候 不是分享弱data 不是分享資料 是分享就是實際學到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在研討會發表一樣 但不涉及個案 那這樣子的話 神經網路只分享最上面那幾層 沒有最底下的幾層 那這樣也不會侵犯隱私 那大家可以共同學習 像跨國的很多 就是透過熊腔X網片 派門COVID 很多就用到了 這樣子的聯邦學習的架構 所以不管是同性加密 差分隱私還是聯邦學習 大概就是讓我們可以 把我們在公共民生物聯網 民生公共互聯網 學到的這些資料 穿接治理的方法能夠導入 但是即使它涉及個字 你都可以好像它完全不是個字 一樣因為你真的看不到的方式來處理 那如果對這個有更多興趣 歡迎關注這個 國營運過往的東西 他們在Facebook和Instagram 都有很完整的 對這些技術的介紹 那我也就是幫他們拍個片子 這樣子 好 那時報員朋友們問說 當生活數位化 虛擬貨幣變成支付的主流 是不是會造成本國政府 無從查核的這個情況 當然這要看跟什麼比對不對 如果是跟就是 目前的灰色經濟 就是那些我們很難導入行動支付 因為一導入他們就會被插水 或者自己覺得會被插水 的這些攤分相比的話 沒有我沒有覺得 虛擬貨幣是比較糟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虛擬貨幣 只要它有所謂的 regulator technology 就是監管科技 在一開始就涉及進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說 至少它是從大概什麼地方連線上的 因為它是分三十兆的每一個部分 都有交易的記錄 那當然就是說想要藏匿的人 他可以去挑另外一些 就是以匿名性為主 以西簽為主等等這些 這個鏈去使用 這些幣去使用 可是這些他就要付出很高昂的 就是不管是每秒鐘 他的交易量就沒有辦法很高 或者是說 當然他的就是需要這個燒的煤 就是對後代的影響也特別糟啦 所以我們現在不管是說 沒有你就是要永續 就要Proof of Stake 就是用權益證明 而不是去燒那麼多的煤來證明 或者是說 我們就是希望說 每秒鐘的交量變高 那這個部分就自然會讓 能夠監管的使用的這種虛擬貨幣 變得比較有優勢 就是在便利性上面也比較有優勢 所以就真正需要洗錢的人 他們反正也不會來用 這種比較明面上的虛擬貨幣 他們都有他們專用的那些幣 我們也不用去想說 他一定會被我們吸引過來 但是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並沒有那麼反對 說至少他事後 如果他真正被騙了 或什麼東西 有一個紀錄他可以去讓公權力可以介入 然後可以就是套回他被詐騙等等 這種情況 Float Prevention 這些並不是在分散市金融的事件裡面是不重要的事情 但還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是當我們主張說 我們可以提供這些服務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大部分的交易者也會覺得說 這樣子給你查核一下 在我同意的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也是OK的吧 所以我這個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關於這些虛擬貨幣的每個參數 都是透過幼銀設計 只要你給足夠的幼銀 那大家就會願意在參數上面加上這些設計來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請教委員虛擬事件的盛行 是不是會造成更多現實社會適應不良的人的隱憂 當然是這樣子沒有錯 就是說如果在現實社會適應不良 那就是好比像說 隔著螢幕覺得比較安全 所以就比較能夠交朋友 但是在人旁邊就覺得比較不安全 就很難敞開一種說話之類之類 那有這樣子的特質的朋友 那透過網路先交到一些好朋友 那之後因為很信任他們 才能夠就是走出家門 然後跟他們就是互動 我覺得並不是一件太壞的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是把網路或虛擬事件 看成是認識更多現實世界朋友的一個橋樑的話 那這個就是share reality 就是共享實境 那大家擔心的可能是比較像是 就是吃飯的時候每個人都低頭滑手機 然後臉鼻子的人就是一眼都不看的那個情況 可是那個並不是虛擬世界的問題 那個是手機的螢幕很小 而且觸控的那個感受很容易讓人上癮的那個問題 那是一個affordance的問題 所以像我自己就是有個簡單的解決方式 我知道螢幕互動大家都可以發現我都是Navi 就是我用手指的時候只是放大縮小 才才使用手指 那就是因為我只要一用手指 我的大腦就會有一種幻覺 覺得它是我的手指的一部分 然後很快就會變成螢幕在滑我 就不是我在滑螢幕 那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好的 就是到後來很快就學會了 就是從最早的Pump Pilot Shopsaurus 現在Galaxy Note Apple Pencil 都是一樣就是一定會隔一支B 或者隔一個鍵盤 隔一個滑鼠等等 來操作螢幕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發現說 我看大家 跟我看螢幕 我這個切換就很快 但是我如果現在手指放在螢幕上的話 那我抬頭就會開始有困難 這一定不是只有我有這個困擾 應該大家都有這樣子類似的狀況才對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小的觸控的螢幕 那這個是可以透過一些 像我剛剛講的affordance的改變來解決的 那我想不是說社會適應不了 而是說我們希望我們使用這些 3C產品的方式 應該是更加新社會的 就是建立起一個社會的常規 那如果是小孩子 他還自己不知道怎麼做選擇等等的話 我覺得就是類似我們在那個香菸盒上面 這個印的那些金譽啊 心譽啊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大概也都要 都要印一下 就是說現在國外也很流行 把Facebook跟那個煙草商相比 就是說如果你是長大了 然後你自己能夠做決定 而且覺得這有提升的作用 說不定還真的有 但是要了解到說 它會造成旁邊的人的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健康的問題 長期過渡神 會造成自己心理健康的問題等等等等 那所以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要透過一些行為 彼此提醒教育等等 基本上就是我們怎麼樣對相宴嗎 就怎麼樣對這些就是過度誠意性的部分 但是那並不是虛擬世界的全部 虛擬世界對我來講 絕大部分還是認識更多朋友 而且讓這些朋友之後 跟我可以有實體的互動的這種方式 好那接下來 因為時間差不多就已經到了 所以可能就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回答 那我們就快問快答一下 好那我想重點是我們要去配合年長者 不是年長者要配合這個 所以我們越不使用螢幕 而越使用比較完整的 好像說語音啊 影音溝通啊 或者是手勢啊等等這些 那我想年長者他學習的那個門檻就越低 那你要讓他一開始有這樣子 就是第一學習門檻有成就感 到最後可能都會變成不老電競選手之類的 但是就是那個第一時間的讓他有一種熟悉感 不需要他自己在那邊架設 沒有什麼挫折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可能他年紀是八十幾歲 可是他的網路年紀可能八天 可能八個月可能八年 那基本上就是要對待一個好像八歲小孩 那樣子的方式 就是不要破壞他的學習興趣 我想這個在幼教或者國教 最基本的這些概念 我們在這些年長的朋友上面 都是一樣適用的 那怎麼做到的 我基本上就是睡夠嘛 就是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就可以 很簡單的就是一醒來就有一些 新的想法 被弄總統醒的話就沒有辦法 那我如果自然醒夢都不記得了 我記得就是睡前一些苦惱我的問題 醒來之後就自然會有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並不知道是怎麼完成的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總統的六核心裡面 AI是 AILT 是一個 但是資安是獨立抓出來 變成另外一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自動安全的資源投入是非常重要 那它的特色是它 Cross Cutting 就是另外五核心的任何一個 都會需要用得到資安 那用得到資安 能夠出來旁通來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 據理來講 像我們本來是用來做反詐騙 165等等 趨勢科技的那些套件 改了一些參數之後 就可以變成參與式的 對於假訊息危害防治 對於疫情的這種故事訊息之類 也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它是跨領域 跨應用範圍可以來使用的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專門對資安投入預算 就只看有資安聯合資的預算 而在任何其他領域裡面 只要它的資安的這個低層的基礎建設 有貢獻都可以算在資安預算裡面 這個我想沒有那麼快 就是數位心態幣 它首先必須要找到一個現有的心態幣 使用上面真的不怎麼樣的場景 那在國外通常都是法幣 在某些場景沒有貢獻力的時候 那它用數位貨幣去橋接這個貢獻力 但是心態幣在全世界貢獻力目前還蠻好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除非說我們說明天開始不重要為超 不准設計款機 那當然立刻大家都來用數位貨幣 但是就像剛剛講 這是一種國進民退的行為在台灣 我們是不可能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它真的就是成為 我們某個法定貨幣的一部分 那真的就表示說我們生活的某個部分 現在很困難的 就是有痛點的部分 真的可以滿足的 所以我是很期待 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 不是近期就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並不是喔 這是一個謠言 並沒有真的耗費什麼預算 因為它是類似健保總額值 就是超過某一個金額之後 每則簡訊就是0.000 我忘記小數點後幾個零了 但是真的就很多個零的那種經費在計算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概用的都已經超過那個門檻了 所以它總的就是3億元 而且現在只用幾千萬 那所以不管怎麼樣就是都不會用完 而且現在離用完還遠的很 所以大家覺得會花錢 可能是當時就是我們的溝通上面 我們是說穿簡訊完全免費嘛 那是儲存簡訊的這個行政成本 那大家就把穿跟儲存 好像當作同一個數量級 但是如果大家知道硬碟現在多便宜的話 應該可以了解到儲存的經費 所以比起專送的經費來講 是一個零投了 所以目前應該是沒有經費快要用完 或者浪費預算的問題 那怎麼樣抗壓或者輸壓 除了睡飽半個小時之外 那就是每次壓力來的時候 就是半小時半小時去處理它 所以我每二十幾分鐘 那我就會稍微轉換一下申請 好不像說到這個Twitter或Instagram 上面去回網友啦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也就只有休息一個那麼四五分鐘 那之後又再工作半個小時 那只要在那半小時裡面完全不被打擾 就是大家可以發現我手機完全沒有響 不是因為演講才關經營 我隨時都是經營的 所以只要不被打斷 那這樣其實有半小時聚精會神 處理某個壓力源 大概都可以處理到某個程度 大部分的壓力都是自找的 就是說就是被打斷 然後打斷之後 然後裡面七件事情已經掉了兩件 因為被打斷那件事在用 你回來的時候是七分之五的注意力的頻寬 就是注意力缺失的情況又被打斷 又掉了兩件回來 又只剩三件事情 那這個時候一定會有 很焦慮的感覺 那個壓力會完全幾何幾數的出現 那但是因為我的同仁 包含這個閣員們都知道說 你半小時找不到 我是很正常的 我半小時再看一次訊息 所以我完全沒有這種 自己找到自己壓力的問題 大家或許可以參考看看 是那 要錢沒錢 要人沒人 那其實群目中包 就是我剛剛講 社會創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如果可以 就是在先起 在做某件事情前 先去問說 那民間是不是有某些 已經做到百分之九十幾的東西 我們甚至是改個網域 就可以收割 不是收割 對不起 就可以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就省掉 絕大部分的利器跟絕大部分的預算 其實這種反向採購 就是他們像我們要資料要API 我們給資料給API 是不花錢的 那但是如果是 他們要的是一個procurement 就是說只有他們可以做 那這樣不但是花錢 而且其他的人也會覺得 啊我是不是要等這個表演結束 才能創新 所以這種群目中包 然後剛剛講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的這些做法 那我們在檢訊實驗室上 在客戶聲明室上等等 都是這樣子做的 那或許大家也可以之後 稍微參考一下 我參與蠻久了 所以像之前secondlife的時候 就參與了 那個是可能最早的 比較像元宇宙的東西 那之後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在VR裡面 怎麼把我自己3D建幕之後 降到小學生的高度 跟小學生中學生 在他們熟悉的環境討論之類之類 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探討 說在裡面大家比較安心 比較放心的互動的方式是什麼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元宇宙最重要的部分 那其他的 像民主治理等等的部分 我們在radical exchange 就是以太坊那邊 也有一些探索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文化講太多 但是我覺得確實就是人跟人之間 相處的放心安心的部分 那以及就是質疑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參與的部分 這兩個才是元宇宙未來 會完全泡沫 還是它真的可以有一些 正面的價值 主要的一個差別 那defake其實已經修法了 大家已經可能看到 這個法務部有一個草案提出來了 不過跟這個修法同樣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要了解這件事情 是你用手機很容易就可以換臉的 那只要大家都了解這件事情 未來在好像干預選舉 或像剛剛講到這個 很多這種資安相關的 這個就是對大家有一些 就是不實訊息 大家會以為說 誰真的講到什麼話 那其實就好像那個Photoshop一樣 大家都會用Photoshop 到最後大家都覺得說 那本來就是P圖了等等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個就是P影片 這件事情我想要大家很快的自己 不然有可能第一手經驗 就是可以操作這些工具 那二方面也知道它的一些 比較好的用法 好比像說VTuber 或者是就是視訊的時候 讓大家都可以看彼此 看得更清楚 把自己的模型先穿過去 我剛剛講到那個用法 那這些當然都是合法的 這個法務部型的法 也沒有說這些非法 就這些用法 那但是至少就是以後 如果大家看到一個 真的很驚悚的東西 大家都會說這個P的 影片P的 那這樣子我覺得就 就是那個新法 大家腦裡才有那種抗體 那這個部分 這個可以講非常多 但是主要就是說 我們會確保說 在這個VR AR等等這些 技術標準裡面 不會是贏家同時的 我們會有一個 胡同的這樣子 一種標準 一個Standard Setting 那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其實拿AVR當作關鍵字 或AIoT當關鍵字 看我們之前的一些推動 大概概念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會讓少數的 本來的創新者 去斬斷新的創新者 進來創新的這種可能性 所以很多是Standard Setting 然後還有就是確保說 我們不會被Vendor Lock In 就是不會被 綁進特定的 生態券裡面 這個狀況 那政府讓人民造成擁擠 簡訊失聯制 我想應該是有緩解擁擠的情況 如果所有的 掃簡訊失聯制的人 都用紙筆來寫的話 我很難想像說它會比較快 雖然有些人是該聯絮長 真的很快 但是還是大家都擠在 就是同樣的紙本裡面 所以至少檢訊失聯制 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 擁擠的這個狀況 那其他的部分 像口罩使命制 確實一開始是擁擠在藥局 沒有辦法保持 但是後來我們就是 蔡新剛剛講到 開放監督的那種新的配送方法 以及預購的做法 也後來有所緩解 那公費疫苗預約平台 更是就是可能在網路上面 還是微聽而入要排隊一下 但是當時就是為了要分倉分流 然後確保說在同一個時段 不會有過多的人 到同一個地方去注射疫苗 那才設計這套系統 所以我想每個都是要 跟它前面的系統比 就是我們做出來 確實並不完美 也造成一些就是大家的不方便 但是你跟有這個系統 以前的那個狀況 就是它年齡開太多了 那所有人都擠過來就擠爆了 那它年齡開太少了 那就是大家都跑去旁邊的縣市 然後這個縣市長就很慘 等等這個情況 或者是來了撲空等等 那這些情況比起來 我覺得有這些平台不能說解決全部的問題 但是可能就是有稍微好一點 那這個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我們就好像任何的一個車道一樣 它就是有它的容納量 那我們現在大概就是瞬間能夠吸收到這個量 我們可以算出大概需要等多久 用一個叫做未定論的技術 讓大家知道可以等多久 但是未來如果要真的徹底解決問題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透過像Web 3.0 這種分散式運算等等的方式來解決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在研究 那這個我只能說有 有確保我們運作正常的戰略安全作為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針對國家產業的數位發展方向 方向規劃的部門確實是有啊 那這個就是有很多立法委員在提出 書法部裡面有一個數位的產業發展書等等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看那個關於產業發展書的一些討論 跟一些規劃 那這個剛剛有回答過了 剛剛任宇宙這個也有回答過了 分散式賬本我們有應用在政府部門 但是目前大概都是作為一種 Less Notary 就是公正 就是分散式公正的這個做法 它還沒有變成就是Single Source of Truth 就是以區塊鏈作為單一的唯一的科興度的來源 但是就算只是像空氣盒子 分散式放在區塊鏈上 分散式賬本上也是有好處 就是至少大家知道公網中心算力很高 但是它不能來篡改 民間這些環境人士所量的東西 那這樣才能真正做成collaborate 就是大家立場不同 但是還是可以因為共同的價值來卸做這樣子 加密技術一直進步 電子公文之後是不是可以處理密件的公文 我想這個問題並不是加密金屬的問題 而是使用習慣的問題 那只要使用習慣能夠搭配得上 其實像外交部裡面那種專門的電報的那種線 專門的設備等等 它已經確保說它兩端進去的人 都有一個正確的加密的使用習慣 比那個信封還要安全的情況 這個顯然是已經在使用 因為外交部就是這樣子在用的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你要不要投資進這種使用習慣 而不是說單純加密系統是怎麼樣 自然跟便秤交流的衝突 要怎麼樣子取得平衡 這些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問大家 說怎麼樣子的情況下 你是覺得安心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安心的常磨上面 去研究一些審理的方法 也就是說先確保這個安心 然後再審理 通常你會碰到衝突的時候 都是你設計出一些便秘的東西 關於審理的部分 但是安心的部分呢 只有我們坐在這邊的人安心 沒有去問其他人安不安心 所以才導致額外的不安心的情況 所以先去問大家的感受 先不急著跳到解法 像我們的虛擬健保卡 就是透過三次的 這樣子的類似公民會議 協作式的工作方案 把大家安心的部分聚集在一起 之後我們才去在健保快樂圈裡面 加QR Code 那在這個圈圈圈上面 我就發現說 自然也堅固了 其實也沒有人覺得哪裡不方便 我覺得就是一種先期的討論 我想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以上先回到這邊 我們還有留個六七分鐘的時間 對不對 可以大合照什麼的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謝謝眾位精彩的演講 那我相信各位同仁跟我一樣 都有意為未盡的感覺 不過因為政委行程滿滿 而且還要保留時間 讓同仁來合照 那所以就今天的演講就到此 那我們為了感謝政委 我們準備了有一份宣導品 是不是把螢幕關掉 這個我覺得 投影機關掉 謝謝大家 謝謝小營 謝謝 Zach Grine 我们再过来拍 怎么样